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证券分析师恩伟杰 台北股市其实就亚洲市场来说还算是强的 就今年以来至少还有上涨 亚洲其他的市场其实都跌得好惨 可是外资持续的卖不停 而且是股市的现货市场 期货市场乃至于会市都是卖不停 这个情况之下靠着那一次来撑着能够撑多久 您的看法如何 方米早 大家早 其实在目前我们看到全球是所谓的英雄主义盛行 什么是英雄主义 利率跟汇率是属于鹰派强势 造成全球的金融市场其实都出现了熊市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说现在是英雄主义盛行的年代 英是指鹰派吗 鹰派强势 然后熊是指熊市出没对不对 没错没错 熊市就空市空投市场 好那其实在整个台北股市的发展过程当中 其实今年以来算看起来台北股市好像都还是维持在 相对其他市场都还是强势 不过就目前看起来好像似乎出现了一些高档补跌的发展 那最主要原因其实还是来自于外资的动态 那么美元的这个走升 其实对于新台币的汇率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从最近这几天新台币持续的走扁的发展来看 我想外资在短时间当中是不太容易会再回头买超台股 那其实从这个礼拜一的这个台积电除息的行情就可以看了出来 其实过去十年台积电在除息的行情当中 很少在就是很少在这个盘中是没有出现填息的一个状况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 而且台积电在过去十年它的填息的几率也高达九成以上 那现在面临到全球的市场是开始出现了有多翻空的一个转折 所以其实接下来在台积电的填息行情上面我认为会有一点难度 那么所以其实在今年的台北股市当中 这个所谓的填泉息行情可能会稍微比较辛苦一点 那我想其实从全球的一个资金流的一个状况来观察 我想在我们刚刚提到利率跟汇率走强的影响之下 我们看到FED透过了升息缩表跟发行债券三管齐下去进行回收美元的动作 那么造成全球的资金流动性快速的紧缩 那么也影响到全球的一些金融市场 包括像是东南亚的市场 包括像东北亚的市场 甚至在拉丁美洲等等这些新兴市场当中 其实我们都看到大部分的股市的指数都已经呈现了这个头部成型 而且出现了空头排列的一个架构 那么这个就代表着全球的钱是越来越少 那么我们过去也观察到了一个指标 就是所谓的这个全球的流动性的一个指数 那么这个流动性的指数在过去这半年当中快速的减少 那么也造成了全球的重要金融股 纷纷开始走空破线 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醒过 包含像是美国的美国银行 花旗摩根大通等等 甚至在德意志银行 其实也都出现了破线破底的一个发展 那么其实这个在向市场预告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资金流动性在紧缩的时候 会影响到的不是只有股价 其实包含像是会市 甚至在市其实都会有同样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些金融股的走跌 其实大家也会有一些疑虑说 那会不会扩散到台北股市的这些金融股当中 其实我认为这个影响性到台北股市当中 这个传导性是会比较低一点 怎么说 因为这些全球重要的金融股 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所谓的金融商品的创新的这个公司 那么过去呢 靠着这些销售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这个状况 去支撑住他们大部分的获利 所以一旦出现了一些流动性紧缩的风险的时候 对于这一些金融商品的创造者来说 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因为他们的杠杆极高 所以在利率波动的时候 对于他们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 但是呢 国内的这些相关的金控个股 其实对于这些相关的理财商品来说 都只是一个所谓的代理的角色 也就是说我只是赚中间的一个手续费 就杠杆其实并不高就对了 对它只是一个 我们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sales的角色 就是资金 对 那就是赚一个commission 对 那所以其实对于国内的这个金融股来说 一旦发现了这个风险 其实对于金融股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 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 那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讲说 这些金融股的走跌 其实正在预告全球的一个风险 是在持续的增加 尤其是过去金融股走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到资金是过度的集中在 所谓的这个科技全职股身上 我们之前曾经提到FAANG 那最近的这个NASDAX指数出现了一个高档补跌的一个状况 甚至在废程半导体指数也进一步的跌破了季线 那么而且在跌破的过程当中都带着所谓的空方攻击的缺口 这个是属于一个熊市的强力表态的一个讯号 所以就连废半都已经破季线了 没有错那我想其实从过去的经验 我们说经验它是给你一个参考 不是说它一定会发生 但是这个经验足以让你参考接下来的策略的拟定 那费程半导体指数在这个3月19号跟4月19号都有留下一个空方的缺口 没有进行回补 在当时没有去进行回补之后 至少都有超过5个百分点以上的跌幅 而NASDAX指数在1月30号跟3月19号也都分别留下了空方的缺口 没有进行回补 在当时没有进行回补 我们会看到在之后就出现了一连串的指数回档修正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最近留下了这个空方缺口 能不能够去做回补 我想今天晚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只要它在收盘的时候没有办法站上这个缺口之上的一个位置 那么就预告着接下来科技类股有非常大的一个高档补跌的风险 而且费程半导体指数它往往都是整个科技类股的一个领先指标 那一旦半导体产业开始走落 其实代表着这个科技产业其实接下来的走势都不会太好 所以这个是台北股市当中的一个隐忧 因为过去台北股市在撑盘的过程当中除了金融股的撑盘 那电子股的短线反弹其实就是依赖着这个NASDAX指数的不断创高 有一些支撑所在 但是一旦它开始出现了高档补跌的一个效应 反而在台湾的这些相关的电子股包含半导体包含像是瓶盖股 其实都会有一些风险存在 你说的这个费半的这个缺口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它的大跌所造成的缺口 对没错 那这个在礼拜一的时候它收盘是1328点 然后呢在前一天的收盘是1371点 所以要回补是要回补到1371点以上对不对 没有错没有错而且是收盘的时候 哇这个其实距离有点大 对其实难度是比较高 但是我想如果这个效应如果真的是如同市场所预期 这个效应是川普当时候的那个假新闻所造成的这个影响的话 那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澄清 说这个其实是假的新闻 那它就是一个假的利空 如果这个假的利空在市场上澄清之后 它都没有办法让整个指数去回补掉这个所谓假新闻缺口的话 我认为其实在高档是有人利用的这个假新闻的消息 去进行一些股票调节动作 其实这个很重要 对其实党多就最大利空 对真的其实投资人其实刚刚这个韦杰说的这一点就是 假利空居然澄清了之后也没办法让股市回补缺口的话 那就表示这个市场它心里面已经很脆弱了 对啊所以就是变成说股价指数在高档的时候 其实亦有风吹草动 刚刚提到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 那也不是说调节就没有借口 而是说它背后一定隐含着一些隐忧 刚刚我们讲到说美元的持续升值跟它的利率持续的走强 其实会造成美国的企业会有一些汇损的压力 会有一些企业经营成本上的压力 今年S&P500大企业的这个获利预估其实是有来到两成以上 可是到了明年的预估就快速的缩减到一成不到 就代表着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市况会造成EPS的下滑 只要一旦EPS下滑 现在的股价就会进行一段的价格修正 所以同样的台北股市也是面临到一样的状况 我刚刚奉行有讲到说就是勉强守住年限 这是240日的均线 但是它却是跌破了200天的年限 这是我一直在看的年限是200天 对那可是重点是在季线跌破之后 它是呈现快速的下弯 所以等于现在台北股市是呈现一个比较空方的一个架构 对所以这里在结构上金融传产虽然相对强 可是电子股的走弱反而是在台北股市当中的一个弱点 所以在操作上面电子股还是要小心一点 所以韦杰这样听起来 你今天没有任何的产业类别建议要再进入的 你相反的可能都是以建议退出的居多是不是 对我想其实在长线上面 的确从产业的类别发展来说 长线的确在非电子的族群当中是有一些看好的族群 其实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国内的一些受险金控组 或者是在塑化类股当中 不过就目前短线的一个局势来看 都是属于比较偏危险的 那么这些比较看好的长线的个股变成说你要找时间 才经常去分批做布局 可是长线比较有风险的我认为其实很明显就是在电子股身上 尤其在半导体跟瓶盖股当中 那瓶盖股其实一直走的都是跌升反弹的一个行情 那跌升反弹其实就是一个空方式的最佳展现 那所以其实在电子股的操作上面 投资朋友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非常谢谢证券分析师文伟杰提供大家做参考了